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卷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有時候古典音樂還蠻有距離感的 那如果古典音樂出現在琴玉的電影當中,會是甚麼樣的情境呢?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討論吧! 我相信我的觀眾一定有非常多都是很喜歡古典音樂的人 但是有沒有在看琴玉相關的電影我就不知道了 那說到琴玉電影,就不得不說到2007年 由李安導演他所指導的電影《色戒》 這部電影在當時不僅造成了轟動 而且他還贏得了第44屆金馬獎的多項大獎 不過好像很多人提到色戒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一種有色的眼光來看待這部電影 畢竟他裡面的性愛場景的拍攝手法有點太過真實 所以很多觀眾都懷疑說 楊超偉跟湯偉他們是不是假戲斟酌 像我以前看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像在看甚麼見不得人的電影 只是敢偷看不敢跟別人討論 那當然這樣子的拍法其實是很吸睛而且也很有話題性 但如果只有把它當成色情片來看的話就太可惜了 因為這部電影他的拍攝手法跟對白都是非常細膩的 而且配樂家Alexandre Desplat 他在這部片放入了布拉姆斯的A大調奸奏曲 也讓這部電影的配樂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感覺 怎麼說呢? 那我就先從故事的背景開始說起 那這部電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 抗日戰爭期間的上海跟香港為背景 有一個女特務王家之她的色誘 漢奸易先生讓他們的同伴可以伺機而動 進行他們所謂的一些救國行動 王家之她必須要讓易先生愛上自己 那同時她又不能夠曝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電影隨處都可以見到一些試探性跟猜疑的對話 那就是非常緊張 我覺得如果是我來做間諜的話一定會馬上被發現 那在這種緊張的氛圍下呢 片中她出現的古典音樂並不是一些很詭異或是戲劇化的音樂 而是一首非常優美 而且又意義深長的布拉姆斯A大調奸奏曲 那這首曲則是出現在電影中的某一幕 就是易先生他跟王家之在一間西餐廳用餐的時候 現場有人在演奏這段音樂 那如果你仔細聽這個音樂的話 你會覺得他好像在講述一段故事 那從開頭的鋪陳醞釀到中間的轉折 然後結尾呢是一個很無奈跟放下的感覺 那這樣的起承轉合如果是說是他們兩個的故事好像也不為過 他們兩個是一個不能夠被說破的關係 誰也不能夠開誠不公的在對方面前坦承 然而他們無法抗拒這種致命的吸引力 寧可停而走險也不願意錯過彼此 那王家是他一開始也在演戲嘛 然後對夥伴很忠誠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他自己真正的投入 而且展露了一顆赤裸裸的真心 也因此讓這次的臥底計畫徹底的失敗 那王家是他最後被處決了 就留下易先生他獨自的無語跟失落 這種快樂跟痛苦交織的這種回憶 就好像永遠不能夠被提起的感覺 隨著音樂的結束 這一段沉痛的記憶只能隨著時間淡忘 這部電影它雖然是改編自張艾琳的小說 但是它的內容其實是有一些 歷史真實事件的投射性這樣子 但是我今天那一方面我就不說 我今天只是單純想說電影裡面的音樂 我自己覺得布拉姆斯這首A大調尖奏曲 其實很神奇 就是曲子好像會隨著彈奏者 他經歷不同的心境 帶給聽眾或者是彈奏者自己 一些不同的感受 那有的人會彈得比較慢 比較內心 好像是一種泥男的感覺 那有些人會彈得比較明快 比較柔美 這首曲子是布拉姆斯 他在1893年所寫的曲子 那這時候布拉姆斯已經60歲了 那晚期的布拉姆斯他在創作上捨棄了很多炫技的華麗技巧 而且加入了很多抒情的性質 那看似是很簡單的旋律線條 其實裡面都藏有一些其他的旋律在這些內聲部當中 那會讓這首曲子的情感能夠層層堆疊 有一種既是溫柔又是熱情的情感 不言而喻 我記得我以前在彈這首曲子的時候 我老師一直跟我說 這是一首很內斂內心 是很多內心系的一首曲子 我一直被老師說我太年輕了 我就很努力想要彈出老師說的那種很內斂的感覺 所以彈奏者在彈奏的時候 不妨就是可以揣摩看看 當時在普曲的布拉姆斯 他的心情有什麼樣的大風大浪他是沒有見過的 那另外一部也是情緣電影的代表作 而且是近幾年非常紅的電影 那就是《格雷的武士道英靈》 我這次有為了這個影片的主題呢 特地的去看了一下 結果我就不小心看完了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他哪裡有出現古典音樂 那因為這部電影跟前面的設計比起來 他內容就比較沒有那麼豐富 而且劇情的成分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就不多著墨在這個電影劇情上面 那我就可以直接了丈的告訴大家說 在這部電影裡面 古典音樂都是出現在 男主角跟女主角那個完之後 男主角獨自一個人坐在鋼琴前面彈的曲子 剛剛好他彈的曲子都是一些悲傷的曲子 第一次他彈的是巴哈的鍵盤協奏曲 BWV974的第二樂章 這是改編至Marcello的低小調雙黃管協奏曲 第二樂章慢版 可能大家對Marcello比較沒有特別的印象 Marcello跟巴哈他們都是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 他的背景其實還蠻厲害的 他是一個有錢有閒的義大利貴族作曲家 但他作品比較沒有那麼有名 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這首低小調雙黃管協奏曲了 巴哈他也是一個很喜歡cover別人的作曲家 他最喜歡把別人的協奏曲改成鋼琴獨奏曲 在他的Weimar Concerto Transcription作品當中 裡面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他改編自 Wear D、Marcello這些義大利作曲家的作品 當然也包含我們今天講的BWV974 另外一首出現在格雷的50道陰影中的古典音樂 是蕭邦的24首前奏曲中的第四首 這首曲子我在上一部平易近人的蕭邦鋼琴作品當中有提過喔 不知道大家在聽這首的時候會不會有一種很絕望 然後幾乎窒息的感覺 搭配在電影的這個橋段呢 可能是暗指男主角他有一種內心非常深沉的痛苦 還有難以觸碰的傷痕 所以只能夠一個人獨自靜靜的在鋼琴前面自己彈奏 - 聽起來很悲哀 - 聽起來很悲哀 - 聽起來很悲哀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他有出一張Original Soundtrack 裡面有收錄了作者他在寫《格雷武士道陰影》的這本書的時候 深受啟發的15首古典音樂 他希望讓比較沒有興趣看電影的人 也許會因為喜歡古典音樂而聆聽 不過我到時還蠻好奇為什麼作者他聽了這15首會深受啟發 寫出《格雷武士道陰影》這本書就是了 以上就是兩部情遇電影中的《古典音樂》這部影片 那我不知道這些古典音樂出現在情遇電影中的時候 是給你什麼樣子的感覺 我自己是覺得其實古典音樂它作為電影配樂的時候 至少在這兩部片裡面都還蠻搭配的 你喜歡這類主題嗎?如果這個系列持續出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會看超多電影的 因為我就想要查證 所以我就會一直看不小心就看完這樣子 但是為了頻道主題我可以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也可以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檸檬卷 掰掰 掰掰 以上就是兩部情遇電影中的《古典音樂》這部影片 那我不知道大家 以上就是這部 以上就是兩部情遇電影中的《古典音樂》 那我不知道大家再 那我不知道這些古典再一次 一下 音樂 以上就是兩部情遇電影中的《古典音樂》 那不知道大家在聽《古典音樂》出現在 以上就是兩部情遇電影中的《古典音樂》 不知道 這些喔 一定要讓我玩《Take》這個音樂法 以上就是兩部情遇電影中的《古典音樂》 那不知道大家在 不知道這些《古典音樂》 要是不確定的《古典音樂》 最終端的《古典音樂》 �形容送給你 也就著名了 企圖和平等